好 這個是網路媒體 現在對於磁濟在美國投資 有很多意見 包括石油公司 英國石油 康菲石油 雪佛龍石油 エッセン石油 這三個公司 像墨西哥的汙染 巴西灣的汙染 石油公司一定有汙染 那不汙染誰汙染 難道是可口可樂汙染海灣嗎 這些全部算在磁濟頭上 他們叫邪惡產業 另外孟三都 孟三都也倒了沒了 孟三都做基因改良道 那也賣農藥 那你說孟三都是不是改變 人類耕種的方法 是 它是個科技公司 它是個生技公司 那他們影響到農業耕作的一些 有好處就有壞處 這科技發展 所以它是不是一個邪惡公司 好 這就是第一個質疑 另外波音 因為波音我們知道 美國的什麼F-35戰鬥機 都是波音製的 波音也是全球最大客機製造商 它也變成那個邪惡的製造商 好 你有WOMA 因為WOMA壓迫勞工 它也變成一個血汗工廠 所以是邪惡基金 因為此際投資了這些公司 它變了一個邪惡基金 觀眾朋友我們來看一下 全球最大的單一的投機構 就是比爾蓋茲的一個基金會 比爾蓋茲基金它到底怎麼投資 我們把它最新的財報拉出來看 雖然網路有幾位名家說看過 可是聽他們發言應該是沒看過 我們看一下從下額上是他投資的重點 第一個他投資最大的就是波克夏 因為比爾蓋茲把錢交給波克夏 另外波克夏把錢交給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就投資波克夏 他們兩個哥倆好 第二大的是鐵路公司 第三大的就是Caterpillar 官媒你知道嗎 卡特皮勒 這個全球最大的重工製造商 中華民國的國軍 基本上所有的挖土機 都是Caterpillar進口的 所以我們看救災什麼 看後面Cat 貓來了 Cat就是國軍的品牌 因為他用Cat的挖土機 另外他也投資窩 他也投資英國石油 所以嚴格來講 比爾蓋茲的基金會 跟慈濟基金會 投資的標的可以說是差不多 我要請教君做觀察 第一個能不能投資 全球的基金會慈善的都在投資 甚至投資很大 為了讓慈善事業能夠永續長存 不受捐款的春洽秋冬影響 另外是投資標的 我們拿全球最大的像比爾蓋茲 好 官媒再給你看一個好了 我們給你看一下 這個諾貝爾經濟會 官媒 諾貝爾因為發明了火藥 他覺得對這個人事 對這個人間非常的不對 他認錯道歉 把財產全部捐出來 成立了諾貝爾的基金 就頒諾貝爾獎 你看他投什麼 他投資凱雷 炒房地產 炒股票 Hedge Fund 一堆 所以基本上這些慈善機構 為了夠永續長存 甚至擴大慈善事業 結果買的東西是一模一樣 慈濟跟諾貝爾 跟比爾蓋茲比 其實買東西一樣 難道他們就很邪惡嗎 怎麼關卡 對 這個其實把慈善基金會 變成一個邪惡基金 這個有時候 第一個是說對邪惡的定義 因為他其實基本上是一個 算是基金公司的行銷術語 沒有什麼產業他叫做邪惡 第二個部分就是對標的物的 釐清的問題 比如說正常來講 假設一般的基金公司 去認定的邪惡基金指的是什麼 大概投資煙 酒 賭博還有軍火 這四種算是邪惡基金裡面 所謂的標的物 當然這個邪惡基金我們提到 它是一個創造出來的名詞 另外的話像這個 比如說類似對沖基金 避險基金 是為了 基金公司為了它行銷 告訴你跌的時候我也可以賺錢 所以它叫避險基金 可是我們知道已經講到四大產業 有一個Altria 全球最大的菸酒公司 沒錯 現在叫菸酒公司可不可以投資 可是有個廟 觀眾朋友 因為Altria它就是 很有名的萬寶路香菸 另外那個米勒皮球 萬寶路全球最大的香菸 米勒皮球是全球第二大的啤酒公司 可是在實際投資的時候 觀眾朋友不要忘記 它還有一個子公司叫卡夫食品 像Oreal餅乾 像麥斯威爾咖啡 也是Altria的產業 當Altria跟卡夫食品分個手 實際也賣掉了 所以基本上實際上人 所以有些部分其實是誤傳 或者說對於這個 混在一起就不得了 對 就是抓重點來講的話 就變得很奇怪 好 那我們先假設不投資這些公司好了 我們投資一個這個 有一篇中端寫這個八大社會責任的基金 是 那看起來當然是有社會責任 對不對 對 那我們這邊有三條線 一條是這個其中一個就是社會責任基金 他就說蘋果核戰基金 社會責任叫蘋果核戰基金 對 他名稱這個樣子取 他翻成中文變得比較奇怪 他說這個基金從這個煙草 酒精 色情賭博 還有武器公司中避免 他就不投資這些東西 那看起來確實是有社會責任 對 那他的這個走勢的表現 當然過去來看 好像第二條是S&P500 對 那第一條的部分 他是這個私潭工作場所的基金 聽起來蠻好 對 那這個為什麼叫私潭工作場所 他表現最好 對 他比這個標譜還要好 因為他主要是針對這個工作場所 對於這個員工特別好 這是有社會責任 有社會企業 所以這個道德基金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私潭工作場所 來看的話 我們假設了 就是說這些慈善團體 應該要把錢投資在有社會責任的企業 對 那這應該是可以投資一個標定 是 那我們看一下 他的基金經理人叫做誰 叫做這個傑羅姆多德森 是 他認為說100家最 這個最佳的僱主 就是對員工非常的好 有非常好的社會福利 盡社會的責任 這股票表現往往會更出色 這可以認同 對 對員工好的應該是表現更出色 他因此尋找能夠提供 這個對員工積極的環境 跟偉大的辦公室文化的企業 對 就他找了半天發現 是酒精 煙草 賭博 武器承包行業 以及產生核電的電力公司 對 他的表現還特別好 而且他算是這個 就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評比出來 這個八大社會責任基金之一 對 這個到底有沒有 這個很奇怪 所以沒有說對員工好的 其實都是做這些行業的 不知道我不知道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定義 這個邪惡不邪惡 或是說到底有沒有道德 這看起來很怪 這看你怎麼定義 因為沒有一家公司是不污染的 對 那所有的地方只要設廠 一定有環保檯的抗議 這一定是這樣 除非是共產國家 對 那所以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好 那我們不要投資這個東西好了 我們看一個有一些 這個有一些比較知名的企業 我們先不講他的名稱 我們來投資這一家好了 2006年得獎 這個什麼企業社會責任100 然後那個2007年 這個富時100名名列等等 這個非常好 而且還什麼志願活動 對等捐款 對等捐款就是你捐多少 我捐多少 那這個開展工資贈餘等等 2008年連續得獎 你知道他哪家企業嗎 哪家企業 英美菸草集團 他對員工也非常好 也有社會責任 所以有時候 你說菸草 當然它是會傷害人體健康 不過說實在的 有時候回頭來想 Performance還滿好的 這家公司又做社會服務工作 對員工福利又非常好 當然如果說按照基金公司 所定義的邪惡 他確實是邪惡 因為你這很定義的問題 你如果不把它當作定義的話 那他其實就不是邪惡 他只是一個產業 那個產業可能生存出來的產品 對大家比較不好 另外像比如說垃圾食物 或高熱量的食物 那算不算邪惡的企業 這個東西不太能夠講 因為食品業特別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邪惡有時候是定義的問題 是 國務博哥 問題是台灣 說實在因為台積電的晶片 也拿去做飛彈 ISIS的孔分子也拿宏達電手機 理論上這都是邪惡企業 這一次我看網路網軍 把這邪惡企業定位範圍太大了 怎麼辦 沒有東西可以投資 市長 企業邪不邪惡 我個人覺得很難 從單一面向來論斷 所以說基本上 國內也有基金專門是投資 所謂道德企業的 他是從ESG三個英文單字上面 角度來出發去投資 他不是只有從剛才俊明所講的員工福利 一是環境 S就是社會責任 C就是公司治理 他從這三個角度去投資 他居然選出了前十大十股 我們大概都知道 譬如說我們看到 第二家就是你剛講的台積電 台積電 剛剛世光你上面的圖也有出來 張忠謀先生是 台灣最受信賴 台灣第九大受信賴的人 但是今天正好我們錄影時間 初刊的天下 出來了一篇非常 台積電的負面報導 就是說台積電也傳了所謂污泥事件 這個污泥事件到底怎麼回事 就是台積電的廢棄物 這個污泥沉澱之後 台積電是交給一家 環保公司去做氣質 這個環保公司居然把它倒到 高屏溪的上游 結果被 因為半導體的廢料很毒很多 是 是 然後台積電當然 因為廢棄物處理 它排放水是標準的 但是排放水完之後 那個泥 因為它那個泥是用化學藥品去 去把水給淨化 高雄日月光的廠包裡面 堆得跟山一樣 沒很管 陳菊完全就裝作不知道 那個很恐怖的 結果這個泥被這家環保公司 拿去倒在高屏溪上 這家公司已經被檢方起訴 結果天下的記者去問 台積電最高的環保主管說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說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請問各位 如果把這兩件事情聯想在一起 台積電有沒有責任 有責任 他可能要負一定的責任 對不對 但是台積電本身絕對沒有違法 違法是他下游承包商 台積電是不是算是邪惡企業 現在這一檔標榜ESG的基金 他第二大持股是台積電 所以說我覺得這些事情 他很難用一刀兩面光的方式 去劃分說一家企業 到底邪不邪惡 因為它所涉及到面向 以及值得思考的地方太多了 其實事情沒有邪惡 邪惡的只有人心 這次天下雜誌辦 就是台灣的資源回收 被美國踢爆 過去是全球回收最高 現在都是假的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我們每次台北市政府要倒垃圾 不是會有一個廚餘頭 跟一個給豬吃的桶 你知道那個有回收嗎 跟觀眾朋友 那個全部是台北市政府 耍弄台北市民 那些什麼堆肥跟廚餘 最後都是在焚化場 經過一次發酵 當垃圾燒掉 觀眾朋友 這事情 柯文哲知道也不講 觀眾朋友 因為他知道 這些堆肥跟廚餘沒地方去 所以每次我們看好高興 這是堆肥 大哥 這是堆肥還是廚餘 這是西瓜皮 是堆肥 那這個剩菜算什麼 是廚餘 好 我就丟廚餘 觀眾朋友 你被台北市環保局耍了 因為這些東西 最後是當垃圾燒掉 經過一次的發酵 乾就燒掉了 根本就沒有拿去做堆肥 沒有拿去做廚餘 這個不分藍綠市長知道 可是沒有人敢踢爆 可是所以我剛剛要請教趙華 事實上沒有事情是邪惡的 都有現實的困難 只有人心是邪惡 大家用有色眼光 來看待實際的投資 他就是有問題的 假如大家覺得我是做福報 我是遵從佛法 慈濟只是個平台 慈濟就沒問題 因為我們對的不是佛 又不對慈濟 我們怎麼解讀邪惡跟慈善 其實坦白講 最邪惡是金融機構 因為發行什麼邪惡基金 或是道德基金 那都是金融機構去定義的 股票其實不是這樣去定義的 但是當時傳出 像國外的邪惡基金 因為他過去10年的話 他是嚴重的跑贏 SMP500 邪惡基金 道德基金像美國有一檔 他叫做萬福瑪利亞天主教價值基金 他是請書記主教當他們的顧問 就主教說可以買 他們才可以買 這一檔也跑贏 他算拐杯 這支股票 台積人買拐杯 主教是禱告對不對 對 禱告 主教認定的那一檔基金 他過去10年也是跑贏 SMP500 所以兩檔基金的績效都不錯 所以信天主教可以賺錢 可是你知道如果你去基金機構問 去問的投資人 百分之八十八都是問 我要怎麼樣才能買到邪惡基金 大家還是對邪惡基金比較有興趣 當然很多國內就會想說 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投資 所謂的邪惡基金要去哪裡買 對 但是國內並沒有真正引進 要買美國那些基金的話 你要透過付委託 但是事實上 國內很多基金 他投資邪惡產業的比例 超乎你的想像 我們來看這是一檔國內 某個性可以買到的 新興市場的股票型基金 他的禁止走勢 他在去年的八 九月 到達一個高峰 邪惡到幾點 對 然後我就把他的 去年八月的基金月報調出來看 看他買了什麼東西 他告訴你 他買了青島啤酒 這個在邪惡的定義 就是我們剛才 如果說廣泛的定義的話 他算是邪惡基金 對 然後這是一家南非的菸草公司 他買了Walmart百貨 也就是慈濟 這次被拿出來點名的 他還買了雲鼎馬來西亞集團 這是賭場 對 所以你說這檔 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他是不是邪惡基金 是 其實國內投股工會也有統計 只要你持有這種什麼賭場 菸酒 然後這些犯 所謂邪惡產業的基金的話 至少持股超過20%的 其實你可以找到大概80檔 你可以找到80檔 所以如果投資人想要買邪惡基金 你不用透過傅委託去國外買 台灣都很邪惡 對 你就把台灣的基金月報 拿出來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 前幾名持股是投資燕酒公司 你買他就對了 就可以賺到錢 但再來我們剛剛提到說 邪惡還包括什麼 色情業也算 情色產業也算 可是大家要注意 因為最近幾年 邪惡的方向不一樣 因為全球的生育率已經降低了 所以很多過去 你覺得是邪惡產業 他現在是凋零產業 是監困產業 像剛剛講到那個 慈濟也有買的 奧茨亞公司 他是很強的 對 他從2006年到現在2014年 他股價漲了三倍 所以其實慈濟投資這個 雖然他已經賣掉 也是對的 他替信徒的 信徒把錢交給上人 上人把他理財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是呼應世界苦悶 所以菸草公司 酒類的公司 他的走勢是這個樣子 可是相反的 你看這是一家很早很早 1999年就上市了 他是全歐洲最大的情趣用品商 他叫貝亞特 他1999年上市的時候 多麼的風光 但是到了 他一路下來 他現在跟當時比 他已經負80%了 都沒有人要用情趣用品了 所以如果你邪惡產業 是投資在情色產業 包括像澳大利亞 有一個全球第一家上市的 所謂的妓院 他最近的股價也很慘 所以色情產業 看來不是這個邪惡基金 應該投資的標的 所以投資要注意持股 再來還有什麼東西是最邪惡的 其實我覺得 實際並沒有投資到 這類最邪惡的東西 有一個東西最邪惡 他叫做保單貼線 對 事實上這個在國內 並沒有一個非常合法的管道 可以買到 可是國內有販售 什麼叫保單貼線 他的起因本來很道德 這跟俊敏甘和穆華 剛剛講的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他是1980年有個艾滯病患 他打電話到一個美國的 call in節目 哭訴說我保了很多保單 可是這些保單都身後才能領 我死了 我的家人才能領 可是我現在醫藥費 已經快把我拖垮了 怎麼辦 我這些保單都不能變現 那當時就有一個很慈善的人 他就動了那個同情心 他打電話進來說 那我現在去買你這個保單 等於說我先給你一筆錢 可是等你過世之後 你身後世的那些錢就歸我 所以他本來起因是一個道德的起因 差不多 對 那後來呢 就讀你死得快 對 一開始是道德和同情 和公義的想法 對 然後沒想到被一些業者看到了 這是一個好聲音 為什麼很多老年人 重症患者 因為現在壽命越來越長 他發現他根本就沒有辦法 活到他過世 然後那些錢就已經不夠用了 但他錢都壓在那些過世 才能領的保單 所以他們就有一些這樣的公司 專門去收購 假設說世光牛張保單 身後你可以領200萬 他現在花120萬跟你買 因為你缺錢 你可能就賣他了 可是很不幸的 你賣給他沒多久 你就掛 比較往生了 暴利 大獲利 對 像是這種保單貼線的商品 國內其實買得到 所以邪惡之後還更邪惡 對 但是我看到慈濟的名單裡面 沒有這類型的公司 所以我覺得這還好 因為這賭人家的生死 其實國內買得到這樣的基金 只是要注意風險滿高的 因為他都從國外引進進來